这是中国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最后一次公开献身 出席北京跟非洲国家的安全论坛 中非加强安全合作 就是为了应对各种国际安全的困境 但是根据路透报道 李尚福原定本月要出席中月边境会议 却突然以健康原因缺席 被外媒注意到 跟秦刚消失的风波一样 都是以健康原因无法出席活动 美国驻日大使在社群发文 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 然后火箭军指挥官失踪 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 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 是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 美国的情报指出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 并且已经被解职 李尚福是今年三月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国大陆国防部长 现在消失超过两周 目前中国大陆相关部门没有任何回应 也成为国际开始关注的北京新一波高层整肃疑云 TVBS新闻玲珑士陈云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